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居家运动影片 是初阶版的背肌训练 那这个运动呢可以很好的改善我们的体态 让你不会含胸脱背 能让你的气质看起来更好一点 那你会用到的道具就是一条的毛巾 那因为难易度比较简单 所以如果你已经不是初学者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影片做个两次到三次一个循环 做到你感觉你背有感受为止 那我们就开始吧 保持有节奏的吸气与吐气 回去时吸气 下拉时吐气 注意身体不要耸肩 脖子也不要过分地出力 手肘用力地向后背挤压 此时你应该要感觉到背部强烈的刺激 下个动作也是下拉 等等将毛巾向右移 我们去专注刺激右边的背部肌群 一定要专注在让手肘用力向后向内挤压背部 保持呼吸 后面所有动作都注意不要耸肩 看起码后帮来自行为给您的手肘上来 看起码人的手肘 监装背部 你会让他帮助里的手肘与他 您在这儿 这是下拉时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换刺激左边背部 左边比较不容易找发力感 趁休息时间试着快速拉拉看 记得手肘用力地向后向内去挤压背部 接下来的动作都不用毛巾了 我们让它下去领便当 将身体挺得越高刺激效果越好 再两组动作就结束了 需要的可以喝一点水 感谢观看 加油最后一组动作了 这个动作很累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喜欢努力让身材进步的自己 没人知道你穿的阿玛尼是真是假 没人知道你背的酷气包是名牌货还是地摊货 但是你胖不胖身材好不好 一眼就能看出来 当然身材绝对不是平均一个人的标准 不要盲目追求 我把身材练好只为了自己看了心情愉悦 恭喜训练完成 明天再继续 明天再继续